我今天早上就会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monitoring as a service 另外一个就会总结一下我们 以前几天所上的所有的课 Introduction 我是91年在广州读了大学 我的第一个program是VB写的 是在92年写的 高级程序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考 我知道现在的高级程序员跟以前是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很少人考的 然后考的都是男生 然后我也去考了94年 所以这边女生女生同学举一下手 首先就很少然后手又举得很低 所以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是告诉女同学 其实你不要看难受很多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OK然后呢就是我参加工作在之后呢 就有写字的第一个那个程序 然后是卖给了两家不同的公司 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程序 然后我就叫她做ERP系统 对 所以ERP系统是很爬大的系统 ERP有谁知道ERP是什么 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加分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跑步 自从某个时候就开始不跑 自从有一年 我先认识我的同学 然后我就不进场跑了 OK OK 这是我 然后 Agile China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敏捷中国 对 它是每年都在中国举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conference 那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发言者 OK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email联系我 然后这是我的linked in OK 我在珠海的组 现在有80 大概是80个人 珠海一共有200多个同事 我是其中的一个组的组长 然后有80多个人 然后我的组里面有做network monitoring的 有做虚拟化的 有做应用程序监控的 也有做dashboard 就是今天早上大家做的这个练习 然后也有做AD exchange 有谁知道AD exchange 广告 Edovertisement 不是 AD是什么 Active directory 对了 然后email server 然后follow on demand 这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这一块 follow on demand 这是一个基于 基于 就是跟on-premise相对的 另外一个software delivery的一个model OK 然后我有很多不同的合作的team 他们是在世界各个地方 然后我们合作的最多的就是多伦多 Toronto 有去过多伦多的吗 有想去的吗 这是我们第一天来上课的两个老师 他们都是多伦多的 对 然后他们 就是 如果你去多伦多的话 他们首先就会 请你去打那个hockey hockey 有谁知道 有打过hockey的 有听过hockey的 听过不知道是啥东西 就是那个冰球 对对对 曲棍球 在大学城好像有一个曲棍球队 他们有参加那个大学生运动会 对 然后还有他们就是那个 基本上他们那边是 就是比较富有的人都不开车 然后都是骑单车 就是我的manager 还有我的manager的manager 他们都每天都是骑单车上班 对 然后像我的 我呢就是开车 OK 然后San Jose San Jose我是上个星期刚从San Jose回来 San Jose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 它是美国的 就是加州的一个城市 加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它那一块我们说的硅谷 硅谷的中心就是San Jose OK 它天气很好 就是在那里你随时可以看到不同的房子里面 就是那个门前都有种着那个橙子啊 柠檬啊 然后就是你随时可以捡到这么大的一个柠檬 然后墨西哥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团队 墨西哥是 我们的墨西哥团队 它经常会跟我们的多伦多团队去讨论就是 到底他们谁是世界上 溜宾最棒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都很多那个 就是很多很寒冷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溜宾的人都很多 然后第四个是以色列 以色列有听过吗 对不对 都是传说中一个战争的国家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一个特征就是 它每个星期 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因为他们是一天就是上班日 然后但是他们星期五就不工作了 对 OK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小小的office在美国 然后经常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报告说 他们的office啊 旁边又出现了一条蛇 或者看到了一只一头鹿之类的 那他们就是很小然后在很 就是比较生态比较好的地方 他们就觉得已经很习惯了 OK 所以就是在在我们 这是我们所有的不同的partner team 然后大家有见过多伦多来的老师 然后还有 星期二 星期二的老师 第二天星期三 星期三上那个database performance tuning的老师 大家知道他是哪来的吗 澳洲的 对对对 他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 其实我也听不懂 对 data就是data 对对对 是 要用这个对吧 不用不用 这个可以听得到 对呀 后面听不到 OK 这个装的电池啊 我没事 我还没有事 没开对 可以呀 那我用这个 这好一点吗 OK好 我会讲一下 这几个主要的 第一个是讲一下 这个现在在 IT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再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发展的趋势中 这个software delivery model 是怎么样变化的 第三个就是一些key successful factor for这个SAAS的model 然后这里面我会跳着讲 然后尽量是在一个小时左右讲完 OK 20年前就是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散盘也没有USB 当时我用的就是这些 这些 对 这是那个五寸盘 八寸盘 对 大家有用过这些吗 没有吧 有用过的举手 哦还有这么多啊 现在好像那个A盘都有 然后 有用过那个 这个USB的吗 对 这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在我 像大家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还会有cloud drive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会有散盘 因为你看这个 才一张这么大的盘 它当时只能容纳1.2 还1.44MB 可是现在我们一个小小的手指 这么大的就已经是 多少GB 16GB 对不对 就已经是这么大 就是体积是越来越小 但是它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了 就是 这只是隔了10年 就是你都没办法预测得到 然后 20年的时间 就是 到现在2012年 在这个存储技术方面 也变化很大 现在就是我们说 cloud drive google cloud drive 大家用什么cloud drive 好像黄强有发给我们的 那个课件就是 就是用的cloud drive 对吧 对 可是20年前 大家都不知道 以后会有这些 那么20年后 当大家 像我 这个年纪的时候 2032年的时候 那这个存储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 对 但是你们会变成是 可能是其中有一些同学 就会变成是改变这个 然后使到未来发生这个变化的其中的意愿 OK Operation system 92年在大学里面 大部分我们的机器都是 DOS 就是黑白界面 我们当时做实验的时候 还有那种卡 卡式的那个机器 就敲进去 然后 那个 就是一张一张卡 这样再输进去打出来 然后Windows32是我们刚一开始接触的一个 就是有那个Windows界面的Operation system 然后现在02年的时候有Windows98 然后现在有不同的Linux Win7 刚出来的Win8 这在Operation system上面 它的变化也是很大 就是我们也 当我们去想的时候 比如说2032年的时候 Operation system都有哪些 不知道 但是也许其中你们某一位同学 也是发明这个Operation system的 发明者 IT圈 2000年的时候 我 那个是我们叫 互联网的泡沫时期 当时只要你注册一个域名 然后你有一个 idea 想做一个网站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资金 对 那个时候我们叫那个 internet 就是web的一个泡沫时代 当时在这个泡沫的时候 我在美国工作了三年 对 然后但是那个泡沫 大概是在04年就 就慢慢消失了 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软件 software delivery的model也在改变 从原来的这种 rich client的 就都安装在那个 这个PC上面的 到后面就是用web browser 3w的这个 这种模式 然后到后面出现的 search engine google 百度 有community design 比如说 facebook 这些 然后现在我们说 software as a service 有听过software as a service的吗 没有 有听过 infostructure as a service吗 有听过amazon吗 amazon就是infostructure as a service的 其中的一个service provider ok 然后到cloud的delivery model 现在我们就说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cloud platform 就是92年的时候 根本就也没有 还没有就是说 互联网啊 domain啊 这些 那么再过20年 这个trend 这个远见deliver的模式 肯定也会变化的 我们现在说 很 很热门的 software as a service 也许再过20年 已经不是 top hot topic了 ok 那么再过20年 是什么 也许 当时大家正是很 可能都是企业里面的骨干 就是大家20年以后 大家就会去做 这个 Next Generation的东西 所以呢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 学校 包括文君 就李院长他们 为什么会邀请 行业的 到学校去讲 目的就是 让大家知道 现在 都在发生着 什么样的事情 除了大家在书本上学的 书本上学的 可能是已经整理好的 非常系统的一些知识 经过多年的一个累积 那么还想通过一个取经 一个途径去告诉大家 就是现在在真正这个IT行业里面 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东西 给大家一个入门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叫 introduction 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指导 大家可能听到有很多很多概念 都很 很陌生 那么每个概念 就是都需要 如果有兴趣的话 希望通过这个课程 大家能够想多一些 以后应该什么会发生 因为再过20年 大家就是这个IT行业的骨干主导 You are the one creating future 其实这个是真的 再过20年 我们的老师可能还没有退休 我想我已经退休了 然后大家就是都是那个行业里面都不干 You are the one creating future 这是为什么我们花时间 学员花时间做这个课程 OK 那我就讲一下 Shuffer Delivery Model 和Cloud Application OK 这是一个定义 远键就是服务 被称为就是 积需之用的远键 举一个比较 待会我会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种远键交互的 交付的一个模式 那么通常是说 交付的这个远键 它是托管在某一个 比如说云平台 或者是企业自己的一个data center里面 那用户他是不需要 在需要部署制的硬件 去拿到这个 去运作这个远键 通常用户是通过 搜客户端 比如说浏览器 去访问这些远键 支服务的这些内容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 咱们家里 咱们学校 然后又用电 那么一个方式 就是学校自己可以建一个发电厂 然后投资这个各种设备 硬件 然后去建好一个发电厂 然后就有电用了 但我需要这个电的时候 然后另外这种呢 就是build your own OK 这个发电厂都是学校拥有的 是自建的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直接就把它插到这个插板上就好了 然后用多少 每个月就交电费 这种就是on demand 就是按需提供的这个utility 和service 就prognable subscribe 通常就是subscription 就是suffer as a service 这个model里面 有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 subscription 通常你是subscribe 比如说在中国就 就只有一家电力公司 所以我们就肯定是 跟中国电网 对吗 去 去申请 然后在其他的国家 他有很多不同的 那么他就跟不同的这个 提供商去申请就好了 就pay per use 就是用多少 然后就付多少 这个就是on premise 然后on demand的不同 那么这个 这 发电厂 这个是on premise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了一个软件 比如说 我需要一个database 我可以把oracle 买一个oracle 然后装在咱们这家里的 机器商家 比如说我家里要做一个财务管理系统 好把这个小家的钱给管起来 然后可以买一个oracle 装在咱们自家里的机器上 然后当然我先要有一个机器 所以先去电脑上买一个机器 然后再买一个oracle 装在那里面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直接用这个finance system 就是直接用browser连上去 然后你不需要硬件 然后只要不需要这个服务器 也不需要买这个数据库 就可以用了这个服务 OK 在这个是模式 那么在market 在市场上面 他们就是我大家都听过web 2.0吗 就是google在这边有一个课叫web 2.0 对吧 web 2.0里面有一个concept 叫long tail phenomenon 就是这个叫常尾效应 常尾效应就是说 常尾效应 对 就是说那个尾很长 就是说你大部分大的客户 但是它的数量很少 就是说你这个 这些是大客户 它的per customer revenue 是很高的 但是它的数量不多 number customers是不多 OK 那么它 多少个客户在成立 它的per customer revenue 加起来 就是它的total revenue 那么这一块面积 就是它的total revenue 通常来说 像这个enterprise on-premise的shuffer 他们是focus on这个 big customer 那么shuffer as a service delivery model 是focus on这个肠尾 那个尾巴那块 虽然它很矮 但是它尾巴很长 那条尾巴长到就是加起来 它的面积可能会比这一块还大 所以就是on-premise 和on-demand 它focus的这个customer segmentation 是不同的 OK 那么好 假如咱们以后 要自己要建一个 这种on-demand 的shuffer as a service的product 那应该怎么建呢 就是以下 就是我们 就是通过自在工作中 总结出来 还有业界的一些参考 就总结出来 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在建一个这种 cloud-based shuffer as a service的product的时候 应该 去考虑哪些重要的成功的因素 那么大家出来 在做工作的时候 可能你会是一个architect 或者是一个programmer 或者是一个project leader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考虑这些方面 OK 第一个是 backbone backbone 就是一些关键的 就是一些技术的 关键点 就是 第一个是 architecture enablement 就是在架构上 要支撑 这个on-demand on-demand 跟这个on-premise 在架构上是有一些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 很重要的就是 会一定需要一个 automation的框架 来支撑一个很好的 cloud-based shuffer as a service product 然后 第二部分是continued delivery 然后我会讲 continued integration continued deployment 还有continued optimization 有听过 continued integration的同学 这个在远近工程里面 应该会有 没有听过 continued integration的同学 就是很多 对 这个 如果就是在一个远近开发的团队里面 远近开发团队通常有这么几个角色 第一个是product manager OK 第二个是project manager 还有一个就是architect 那么还有system analyzer 还有programmer 还有testing 通常他们都会需要了解 这个continued integration 这个远近开发的方法 后面会讲 architecture enablement 就是这是一个产品的一个例子 那么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这是家庭里面的一个理财的产品 我买一个理财的就是管在家里的这个 就是收入多少 然后支出多少 这个小小的应用 如果我是买一个软件 然后装在自己家里的话 跟我是去外面租用一个去subscribe的一个software service的这个理财的小小工具的话 如果我是作为一个开发员 你因为就是说通常他有什么 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说还是说我 就是我在设计这个软件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一个概念叫multi tenant multi tenant就是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理财产品 如果是on premise的话 那么只要支持是一个住户的 但是里面可以多个user的就可以了 那么on demand的话 你作为一个这个软件的设计和开发者 你就要考虑他能够支持multi tenant 也就是因为你要卖给很多个不同的subscriber 比如说这位同学subscribe了一个 那他进去的应该只看到自己家的 然后这个同学又subscribe另外一个 他应该也是只看到自己的 所以就是这是multi tenant 他要把它能够隔离开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在这个架构上的一个区别 on premise和on demand的一个区别 continued delivery continued integration就是应该是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就会 都会接触得到的 那么continued integration 这是有听过 有知道这个家伙的人吗 有知道这个人的人吗 Martin Foro他是一个科学 这是叫远见界的一个科学家一样的角色 所以他有出很多就是这种关于object oriented design 还有agile programming 这是书 还有自己的网站可以看 那就是continued integration是为什么需要continued integration 比如说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通常是几个人一起一个开发 我想问一下 有做过超过一个人自己开发的 就是比如说我跟同学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开发一个远见的 就是大于一的同学吗 哦还是蛮多的 那有用过Jankin或者Hudson 哦对对 Jankin或者Hudson就是continued integration的一个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如果我以前我刚卖我第一个远见的时候 我就只有一个人是说 我是没有用任何continued integration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自己改完代码 我就放在那就好了 可是后来进入公司工作以后 那么通常我们就有五六个人 然后后面现在我们说 珠海有八十多个人 然后Global做同一个产品的有五十多个人 不不五百多个人 OK 那么他们是怎么 他们有可能会改一些代码是重叠的 那么就需要就是有一个 single source repository 然后而且能够 automate build 就是能够自动build出来 就是你改了东西以后能够自动把它编译 和build出来一个binary OK 这就是continued integration 这是把一个多个人开发的一个团队 所delive的东西 把它持续的集成在一起 通过自动测试和相应的一些build的工具 把它自动集成在一起 OK 这些都是一些best practice 这是一个图 就是说continued integration 传统的continued integration是怎么做的 我想这个 这个slide就是 这是我在那个 Under China上面讲的 那因为他们那边都是 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些专家 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叫为一个基础模式 就traditional的continued integration的roll 那么开发 有很多开发者 他都有自己的local的PC 就是本地的机器做开发 那么开发完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check in到这个 source code control manager 就是一个repository centralized的repository 无论有多少个developer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只有一个 single source code repository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build automation build 比如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 jenkin啊 这些 OK 然后这个build server就会自动告诉你 他有check in check in就会chick一个自动的build到这个build server 然后build server就会给你feedback 告诉你你刚才check in进去的这个代码的改动 是build fail了还是成功了 OK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是说要把它从continued integration 再变到continued delivery 就会把这个traditional的continued integration flow 变成一个build parallel flow 那么后面就加了一些步骤 有不同的stage 大家知道int是什么stage initial 不对 qa是什么stage 对 quality assurance int是就是integration stage 通常就是开发团队 比如说有多个人或者多个小组的时候 做集成的一个stage 还有最后一个prod是什么 prod product production 对就是这个就是产品 哦这里都写了 看 production就是这个生产环境 对 那么通常就是这个build环境 还有integration环境和quality assurance环境 都是在internal的一个虚拟化的infotructure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比如说VMware hyper V这些虚拟化环境 能够自动化这些build和deployment 然后那么就是如果pass在build pass了以后到integration integration pass了以后到qa 就是quartic assurance 然后测试团队测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这个stage stage就是在上生产线之前的一个 一个缓冲验证的环境 那么它跟生产的环境是基本上是类似的 比如说如果我要salesforce.com 比如说我们有同事 以后加入了salesforce.com公司 那么他们要改东西的话 它的production就是salesforce.com 通常它会自己有一个staging environment 那么你要做的改动就会先放到staging 然后再move到production ok 然后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流程 然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流程给自动化呢 始终里面说到的这个内部的虚拟化环境这一块 就要做到它能够通过脚本能够自动去 比如说instantiate一个watcher machine 然后往这个watcher machine上面deploy东西 然后能够在这个watcher machine上面去运行测试的脚本 然后得到这个测试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实力 这是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环境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虚拟化的infrastructure 可以是VR,Hyper-V 或者是OpenStack 那么这些底下就是physical machine 那么通过这一层 Hyper-Wise把这些watcher machine的资源词给虚拟化 然后再实力化这些不同的虚拟环境 这些就是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框架来实现 对这里就是有 detail的 我们现在可以就是通常会在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做哪些步骤 比如说provision一个VM start stop 然后这个watcher machine可以take snapshot 有用过watcher machine的 还是蛮多同学的 是用VR的同学 用Hyper-V的同学 尽量VR的占有率比较高 用Hyper-V的比较少 大家用的是workstation还是用的workstation 这个图跟刚才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图就是比较像 但是这个就是provision environment的 provision environment上面我们是说 就不是在internal 刚才大家如果用的vmware workstation 这些都是internal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cloud上面的 有dell的cloud amazon emazon现在是传球最大的一个cloud platform provider 然后有微远的windows agile 还有一些小的hello core engineer这些 还有rockspace 有用openstack的同学吗 openstack 这位同学好像什么都在用 vmware openstack 之前搞过类似的东西 谢谢 这些cloud platform通常他们都会提供一些API 而且他们都在努力的有一些专门的standard的机构 比如说DMTF 他们会做一些业界的行业的标准去要求这些 其实他们也是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会组成一个这种technical committee 去定义一些行业的标准 然后使到他们提供的API 是达到一个行业的标准 那么通过这些提供的API 其实也可以做这种实力化 比如说instantiate 不同multiple instance 然后使到他可以做low balance 和high availability 这里就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都说cloud cloud现在就是这个词用的很广 那么在cloud里面通常就有三个主要的产品的分类 平台的分类 一个是IaaS 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比如说Amazon go grid work space OK PAI 就是perform as a service 比如说 Engineer Agile Agile 它是perform as a service 因为它本身是 在上面 它是提供了一些 perform的service 它所不同的就是说 大家 你看它都有compute的能力 就是像这些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虚拟机 在这个prefile as a service 它除了给你提供这个compute虚拟机的 基础上还提供application的这个框架 Shuffer as a service salesforce.com 国内的shuffer as a service 都有那些 salesforce.com就是做那个 marketing sales CRM的 talent是做那个人力资源 Dial 就是它的marketing 用的就是salesforce.com 它的HR用的都是Terra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大船就有10万员工 但是它的系统用的 也是这个shuffer as a service的模式 其实有很多shuffer as a service的 这个软件的提供商 它们不同的呢 就是它除了提供给你application framework 通常是说 你可以在上面它的基础上做字的编程 depart字的程序 这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它就是上面已经有一些程序 所以它是做了这个business logic 在上面 usalesforce.com 这跟刚才那个是类似的 好 这个就 讲完就是理论这一块 后面我会就是很简单举一个 就是具体的这个 Dial它的一个shuffer as a service 也是我们在珠海这边和其他团队一起做的 它是怎么做的 在这里面 所以总结刚才这个理论这一块 就包括technical factor 这是一些 如果以后大家再建这个shuffer as a service product的时候 architecture enablement 刚才我在architecture enablement里面 有提到一个是说 shuffer as a service 是一定要具备的一个architecture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 中文叫多住户模式 英文是什么 对的 multitentance 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你要search一下 就可以看到 那个可以在数字区了解一下 multitentance 然后自动化的框架 continue integration continue deployment continue optimization 在business这一块 它的一个特征就是 faster time to market 因为基本上 它可以很快就是 出一个新的release 放到这个production环境上 同时它的operational cost是比较低的 如果自己买一个软件在公司internal的话 通常要处理很多 从硬件远件方面的管理的operation的cost 我们有做一个叫forlight on demand的 forlight前第一天课的老师里面讲的就是forlight的产品 那包括比如说不同的persona 就不同职位上 它的人的和工作的一个特征 然后它会需要监控不同的 呃 软件 比如说在一个state center 像咱们中大 今天早上上的那个实验课的课室 大家可以看到有 背后有个很大的机房 那会有人去维护它 这个叫 这些人叫 叫什么 叫什么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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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捐工 通常我们它就是会叫IT operation manager 换的就是IT administrator 那么他们就会需要知道 比如说这台物理服务器 它的CPU的loading memory的loading 然后如果是学校用的是虚拟机架构的话 那么他就需要知道 这台ESX server 这是虚拟机资源征用的这个情况 对 这个就是forlight在做的 那么forlight on demand是怎么做的呢 可以简单看一下 是 是 谢谢大家